同学们 今天这堂课让我们一起学习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节选 少年就是指人10到15岁之间的阶段 说就是文体的一种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 这篇文章的影响颇大 被公认为是梁启超著作当中思想意义 积极情感色彩积月的篇章之一 首先你一定要学会书写本节课的重点生字词 那重点就是一定要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要做到连贯而有气势 并且一定要背诵下来 希望借助这种注释可以理解课文内容 将作者的那种强烈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感受得到 最后难点呢就是一定要体会 本文当中它那种句式整齐以及气势磅礴的语言特点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需要学会书写的生字 首先第一个字读作谢 谢药也是一谢千里的谢 它是一个左右结构 左边是一个三点水 右边是一个书写的血 第二个字读作钱 潜水的钱 左边是个三点水 右边是一个代替的替 第三个字读作是 尝试的是 左边是一个言字旁 右边是个公式的是 主读作为尝试 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三个字 谢 谢药 钱 潜水 事 尝试 接下来这个字读作胎 主词 胚胎 或者是胎儿 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读作黄 黄帝的黄 也是皇后的黄 第三个字读作旅 主词为斜旅 或者是旅历 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三个字 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三个字 胎 胚胎 黄 黄帝 旅 斜旅 这个字读作江 边疆的江 无疆的江 注意他的部首 先写这个部首 然后再写右边这一部分 组词为边疆 或者是无疆 我们来看一下需要认识的生字 可以跟着老师一起读一遍 第一个字读作灵 第二个字读作黄 第三个字读作灾 我们再来读一遍 灵 黄 灾 那少年中国说 就是梁启超 写下的 梁启超是谁呢 梁启超 他有字叫 卓如 号 任功 又号为 隐兵式 主人 他是中国近代维新派的领袖和学者 他曾与康有为 一起主持了维新运动 当然了他还撰写了其他的著作 中国史序论和新史学 他对史学的研究可以说非常独到 他通过书写这些著作呢 主要就是为了批判 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他的作品呢 主要就是在 《影丁式合集》里面出现 《少年中国说》 写于百日维新 失败后的1900年 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 国家命运岌岌可危 帝国主义嘲笑中国为老大帝国 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 赞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 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 做了鲜明的对比 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 针编老年人消极保守的思想 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 也表达了希望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 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看第一自然段 首先我们先来朗读一下 感受一下梁启超 他写作的那种风格和情感 一定要注意停顿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志则国志 少年父则国父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可以说出读这一自然段 非常的朗朗上口 而且气势恢弘 那故在这里 就是所以的意思 所以今天这样的重大责任 不在于他人 而在于我少年 少年志则国志 少年有聪明才智 那么国家才能变得有智慧 在这里这个责呢 就是一个连词 它表示一种因果的关系 可以翻译为旧变 那第一句就说了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 为什么在我少年呢 接下来这句话 可以说就解释了它的原因 少年志则国志 少年富则国富 最终少年雄于地球 则国雄于地球 可以看出在作者心目中 少年中国是一个智慧的 富有的并且强大的 而且追求独立和自由的 这样的雄于地球的中国 这就是啊 梁启超心目中的少年中国 那这句话可以说 读起来非常朗朗上口 是因为他运用了排笔 排笔可以说 是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 经常用到的一个写作手法 运用排笔呢 不仅朗朗上口 而且显得气势恢弘 能够使文章 极具那种渲染力和影响力 更能够突出 在这篇文章当中的中心 所以梁启超在这里 运用了大量的排笔 就是为了突出国家和少年 这种紧密的联系 使每一个少年都能理所应当的 感受到这种国之重任啊 而且通过运用这几个分句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种有短即长 一气呵成 进一步表达了少年和国家命运之间的 不可分离的关联 什么样的关联呢 少年制则国制 它是由轻到重 由短到长 我一个国家要想富有和强大 只有拥有智慧 那么拥有了智慧 使国家富强 富强了之后 我们才能取得独立和自由 这样我们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才能雄于地球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 而且都是由轻到重 然后从智慧 再到雄于地球 那接下来 梁启超又写到了什么呢 红日出生 其道大光 何出浮流 在这两句当中 可以说都是由四字成语组成的 它写到了红日 写到了和 那它为什么要写红日和和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何出浮流什么意思呢 何出浮流就是比喻 潜在力量爆发 骑士猛不可挡 这就是何出浮流的意思 可以说在这里 作者不仅仅是在描述 红日和和 在这里 它是运用了一种象征的手法 象征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写作手法 它呢 就是将那些抽象的含义 化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能见到的具体事物 这样呢 才能把作者 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能够具体化和形象化 能够更加的生动 所以呢 梁启超在这里 就将红日出生 象征为少年中国的灿烂前程 而将何出浮流呢 又象征为少年中国发展的潜力 是不可限量一泄汪洋的 红日出生 其道大光 何出浮流 一泄汪洋啊 乾隆藤渊 灵照飞扬 如虎笑谷 百寿震荒 阴损事意 风尘西章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乾隆藤渊 渊在这里就是指 深水潭的意思 阴损事意 风尘西章 意思就是 阴损展翅是非 掀起狂风 飞沙走石 这几句话运用了比喻手法 用生动的形象 巨大的声微以及冲天的气势 来比喻少年中国的英姿薄发 齐花出胎 绿玉黄黄 干将发行 有座 齐芒 在这里 绿玉黄黄 就是华美瑰丽 富丽堂皇的意思 干将发行 有座 齐芒 是什么意思呢 干将在这里 就是古代的宝剑名 而行呢 就是磨刀石 所以 干将发行 有座齐芒的大意就是 宝剑在磨刀石上 磨出来 发出耀眼的光芒 齐花出胎 玉玉黄黄 歌颂了少年中国 壮丽的发展前景 干将发行 有座齐芒中 将刚刚磨立过的 无比锋利的宝剑 比作为创建少年中国 立功的中国少年 天带齐仓 地屡齐黄 纵有千古 横有八荒 前途四海 来日方长 天带齐仓 地屡齐黄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 头顶着苍天 脚踏着黄土地 纵有千古 横有八荒 八荒在这里是指 东西南北 东南 东北 西南 西北 八个方向 他们极远的地方 在这八个方向上 极远的地方 就是八荒 前途四海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就是啊 未来的日子 还很长 在旧时呢 就是啊 奉劝人 不要暂时急于 从事某事 不要太功利 而是 现在呢 主要是用来暗示 事情还大有可为 所以在这里 天带齐仓 地屡齐黄 主要还是运用比喻 来描写少年中国 就像顶天立地的巨人一样 屹立在地球之上 雄是整个地球 纵有千古 横有八荒 指出了时间之长 空间之大 所以暗含了少年中国 那种无比广阔的 美好前途前景 我们再来读一遍 这一自然段 红日出生 奇道大光 何出浮流 一泻汪洋 乾隆藤渊 凝沼飞扬 如虎啸骨 百寿镇黄 殷笋事意 风尘西章 齐花出胎 玉玉黄黄 甘将发行 有座齐芒 天带齐仓 地屡齐黄 纵有千古 横有八荒 前途四海 来日方长 这段文字 为四字运文 读起来朗朗上口 而且用点丰富 集中使用了 比喻的手法 使得一个突然崛起 幸福美好 虔诚灿烂的 少年中国形象 微妙微笑地 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那最后 梁启超又写道 美灾 我少年中国 与天不老 壮灾 我中国少年 与国无疆 那在这里 这个栽子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 表示赞叹 相当于一个 语气词 这两句话 可以说 是总结了全文 进一步 欧割了 少年中国 和中国少年的 美好未来 而且 也进一步 说明了 两者之间的 密切联系 我少年中国 我 中国少年 那 在感受了 梁启超 他的这种 气势磅礴的 形魂之后 我们再来 做一下 练习题 首先 第一个题目 课文 用哪些事物 来赞美 少年中国呢 很明显 课文当中 运用到了 红日 和 乾隆 如虎 鹰笋 奇花 干江 等事物 来赞美 少年中国 那 注意 少年中国 和中国少年之间 有什么联系呢 一定要注意 他的 最重要的词 第一个 少年中国 他的 重点在中国 而中国少年呢 特指 少年 那他们之间 有什么联系呢 我们通过这篇 课文的学习 就不难发现 中国少年 指的就是 应该有 进取之心 独立自由 以及拥有智慧 敢于革新的 少年 而少年中国呢 则是作者 心目当中的 理想 中国少年呢 则是实现 这个理想的 一个 基础 或者是 希望 全在于少年 那 在这篇 转章当中 可以说 层层深入 表明 两者的前途 和命运 可以说是 紧密相连的 少年中国 和中国少年 之间 是 密不 可分的 梁启超 通过 欧哥 祖国的 未来 英姿 以及 光辉 灿烂的 前景 对 肩负着 建设 少年 中国 重任的 中国少年 寄予了 无限的 希望 也鼓励了 中国少年 能够 愤然而起 投身到 战斗当中去 可以看得出 梁启超 他一直是 情信民族 关怀 国家的 命运 今天的课就学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